Goshun 你好 我是Jacky 韦轩 Goshun Do You Know 我们在这个月里面 依然就跟很多一些知识型的YouTuber 来做一些访问和分享 来更了解他们 而接下来这位呢 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期待的 因为还没有跟他做访问之前 甚至这个YouTube Channel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个 Failman高手 也是一个演讲高手 甚至自己有亲自看到 他在台上演讲的一个过程 我非常的欣赏他 一起来欢迎新闻报报看 那里头的YouTuber 一起来欢迎卢卡斯 欢迎收看新闻报报看 嗨 各位好 我是卢卡斯 欢迎收看新闻随便看 哈喽 哈喽 各位好 诶 我是卢卡斯 卢卡斯呢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啦 就是思维和逻辑 都是非常的清晰 还有明确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啦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思维 是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还是完全是你后天自己培养的 我其实很早很早就在参加辩论比赛 基本上从中学一直 当到中学 达到我大学毕业为止 今年是我第一年退役 然后转做YouTuber 所以肯定是辩论有积累的 那当然天份这个肯定也是有积累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可能我们在目前就是看到 卢卡斯就是在经营这个新闻报报看 是里头其中的一个团员之一 那除了在经营这个YouTube Channel 一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八卦起来啦 那卢卡斯平时在做些什么行业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做访问 你也是从早工作到晚了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教辩论啦 就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辩论的Channel 然后所以我有一些学生 就是他们想要在辩论上面变得更厉害 就教辩论 我之前也是有做过口才培训 就是给企业也好啊 中年人做口才培训 但是后来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去公司这么做了 基本上现在就是专门教辩论跟做YouTube 好 那我们来说到新闻报报看啊 从我之前就是一直观察你最初的影片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围绕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一些时事啊 有时是有关于到一些YouTube的一些圈子啊 都是以分享自己的一个看法作为出发点的 那有没有可能说过后 跳出了另外一个框架 去做一些比较生活类型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我就去吃一家什么很特别的餐厅啊之类 我觉得我应该不太会 主要也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忙 然后也没有时间 然后如果会的话也是会分另外一个频道 我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但我现在暂时是做不到 而且我的生活很闷 所以我不太可能会拍我今天去吃什么 就我每天吃的东西都一样 我是一个宅男啊 在家里面你知道吗 就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很少很少出门 了解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卢卡斯就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认真然后都会关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事情 但是最近大家就看到经常会有谈论一些YouTube的东西啊 那我也很好奇啊 在卢卡斯的眼中如果真的是要选一个自己很欣赏的生活 或者是说娱乐类型的YouTuber会是谁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觉得我很严肃 不过我其实很喜欢看喜剧的啊 我超喜欢看喜剧的 如果是本地的话我觉得地青是我的首选 我很喜欢他们 当然第一是因为他们的所有的sketch 就是他们的短剧是很专业的 一个灯光我看都要打半小时之类的 好看得出来精心的设计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啊 就是其实他们是稍微的对我来讲他是一种attitude 就是他的这种态度是很关心一些社会的 就是他的影片里面跟纯粹的其他YouTuber不一样 他会有一些元素是比方讲 他觉得马来西亚的路动很烂啊 他会去嘲讽这件事情 这个东勒是当年1917年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日本啊就像我们投一个原子大 当说回来自己跟团队做的这个YouTube频道 好不容易的就是达到了一个 目前为止80多K的这个subscriber嘛 对不对 那在之前的Q&A呢 好像没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感觉 就是让大家坐下来能好好去说一些想跟他们说的话 有些什么话是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OK 我的想法就是 算你们有眼光啦 就是会 哈哈哈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其实创作者不求subscriber多 因为你你多你也还好不好 因为这个年代他讲求的是精准的marketing 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的subscriber 是一群聪明人 他能够get的到这种比较高级的优摸 他也比较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有这种人文关怀在 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讲说要越多subscriber越好 但我觉得他们是一批很精良的subscriber 然后这一批精良的subscriber是我觉得很自豪的事情 那在新的一年牛年呢 卢卡斯自己本身有没有立了一些目标是想要让自己在一年以内可以完成的呢 我希望疫情赶快结束然后我们可以做线下舞台版的这个新闻报报看 就是我的今年的目标 对 但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就不能了 那我们也希望在2021金牛年卢卡斯跟新闻报报看的队友们呢 可以大展宏图 想要做到的东西都一一的完成好不好 好好谢谢你 谢谢 但是谢谢 谢谢卢卡斯 谢谢 拜拜